我们都是这么的欢喜 这个春节 他们说这个春节过的是最好的 最快乐的 以前关系也不是很好 但现在他们之间的关系好了 有智慧了 因为我是一名影视演员 我觉得这个责任重大 刚刚宋老师分享的时候 说这个社会三种职业 不能偏差 我觉得 再加上一个影视工作者 对人心的危害太大了 影响应该说 对人心的影响太大了 这个老师也就这一班的学生 这一个学校的学生 我们这个电视 现在家家户户都有 而且不止一个两个 天天不是老师在教育孩子 也不是家长在教育孩子 家长老师说 视若网文没用 他天天盯着电视 那里面的人都在教育他 那动画片在教育他 那些偶像在教育他 爸爸妈妈说的话不听 偶像说的话绝对停 照办 这我有亲身经历 我当了学习圣贤文化的 这个教导以后 我心里咯噔一下 我听了小牛老师 和胡斌老师的汇报 胡斌老师说 他拿七张人民币 卷成扇形 在点烟筹 学习古惑仔 全是在影视剧里学的 学习打杀 这个这个 炮八 这个全是在看偶像剧 同居 这不都是跟影视剧学的吗 我都拍过呀 太可怕了 我真的拍过这些戏 打打杀杀呀 还拍过这些 什么同居的这些 新时代同居 什么引领大家新时尚 没有学习文化 去圣贤文化教育之前 真的这个 善恶是非美丑 没有 不知道 以恶为善 以非为是 美丑不分 现在知道了 怎么得了 赶紧吧 改过吧 影迷成立的这些QQ群 还有什么贴吧呀 我就说赶紧发动 我所有喜欢我的人 我说虽然不是像这些 易先生大腕喜欢这么多 但是我能影响几百几千 就就影响多少 就发布 发布真有很多的孩子响应 我因为我免费提供 他们学习的资料 书也好 这个碟片也好 都是只要你想学的话 我说姐姐提供给你们 很多人 这个因为他们已经发出去 几百套了嘛 那都有很多的反馈信息来 有一个孩子的信息 我记得特别清楚 他说姐姐 傅冲姐姐 其实我的父母 以前也让我背过弟子规学过 可是我没有学 可是姐姐让我学了 我就学了 而且我现在背下来了 因为我让他们背嘛 我就真的觉得我 责任重大呀 那 其实他们学了圣贤文化以后 他们就有智慧了 他们知道孝是人道第一步 他对这个明星啊 他也会很理智 怎么处理这个明星和这个自己之间的关系 他们有会有智慧的 那个我很我很感动这些事情 我现在还一直在做这些事 我呢也在身体力行的帮助我的同行们 很多朋友的我同行现在都在学习传统文化 帮助了很多的已经 那我现在在进一步在帮助这些 所谓一线上的大腕们 那比如说去年在 11月底 去年11月底有一个慈善晚会 我就觉得机会来了 以前 每逢这个时候 我觉得是什么 宣传的机会来了 这次不是有了智慧以后 叫机会教育 你看老师经常也说机会教育 机会来了 我就忙着送每位来的这个港台大腕嘉宾们 国内的一些嘉宾们 比如说刘嘉玲 梁朝伟夫妇啊 王菲夫妇啊 什么这个 这些很多港台大腕啊 一人送一套传统文化的光碟书籍 恭恭敬敬的给他们 当我送给刘嘉玲女士的时候 她跟我说了一句话 我非常震撼 她说傅冲 你送给我的这个光碟 我看过 而且我现在也在做着你同样的事情 我也在发给别人 哎呀 我听了以后特别的高兴 其实我明白了一下 就是说很多这些明星们 他们做着很多阳善 什么叫阳善 就是这个慈善晚会呀 这照一张照片 他捐二十万 他捐五十万 但是还有一些 咱们学习传统文化明白了 阴德 基因德 他不让人知道这些好事 他还在做 那我也要 现在呢 也呼吁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 也不要怨我们这些明星们 也不要怨这个 我们这影视界的同行们 我们没有学习圣贤文化 我们也不懂 该怎样经营我们的事业 也不知道什么样是 上恶美丑的这些影视剧 所以肯定会走过一些弯路 我相信如果那些 影星们和这个影视工作者们 他知道了这些怎么拍 该拍什么 不该拍什么 他一定不会拍的 所以这需要有个过程 跟我们的所有的家人们一样 跟我们自己也一样 都需要一个过程 允许给我们改过的一个过程 就像刘老师 刘佳玲女士一样 这个星星之火 肯定慢慢会燎原 我们影视剧的春天 早晚会来到 我们这个风气 现在其实已经看到了 逐渐的在好转 因为广电总局也好 都下达了这些 让我们多拍这个 伦理道德的戏 还给奖金 你要多拍这些 孝道的戏 伦理道德的戏 真善美的 主旋律的戏 都给这个五十万 还是八十万的奖金 就这样的鼓励我们 中央也特别的支持 你看现在网上这些 打飞 小黄打飞 对这个一切有害于 青少年的那些 黄色网站 都关闭了几千家 几千家的关 我每天看到 这些消息的时候 我都特别的高兴 就是这些事情 是该到我们全民 一起动起来的时候了 这个大家呢 也都把这个怨恨心 放下 其实我也放过 这样的错误 你看这帮演员 你看这怎么怎么样 你看他们 就是他们害的什么的 也不要这样 真的 就像我没学习之前 可能大家也在骂我 但我现在学习之后 我就明白了 所以咱们大家一起改过 好不好 谢谢 父亲整个精神面貌 好像年轻了十几岁 爸爸说 你看我的老年班都淡了 我真的很开心 因为他的这个水细胞 浑身那个结晶都非常美丽了 我觉得我在做着这个大笑的事情 而且我也对我父母也在 这个尽量做着至笑的事情 因为我养他们的慧 这是我的这个人生的目标 还有就是对待这个公公婆婆 这今年去年的也是十一月底 是我公公婆婆八十岁大手 我觉得这个机会又来了 我真的稍微现在有一点点智慧以后 我说哎呦 这机会教育又来了 因为他们没有接触过 整个他们家族也不懂 我在我主持那个会议 然后我还给他们唱笑题 这个这些歌曲 像金亚佳老师那些歌我都会唱 我也在在常夜给他们唱那个 婆婆也是妈呀什么的 所有来五六十个来宾 那些爷爷奶奶啊 那些年龄很大 都八十多岁了 有的都九十岁 他们都哭了流眼泪 我就给他们讲 陈大慧老师的那一张纸 上面的所有的这些名词 什么叫德不配位啊 厚德载物啊 伦长乖揣啊 利剑消亡啊 怎么样带自己的儿孙 因为他们现在都带第三代 第四代了嘛 怎么样教育自己的儿孙 玄孙 这个他们都没有听过 都真的张着嘴在看着我讲 后来本身他们都是来看 真人来的 因为我是明星嘛 看看真人 现在原来我讲这些东西 我给他们这些老人家 走的时候 一人发了一套光碟和书籍 如获至宝 都不够发了 准备五十多套都没够发 然后我 当天呢我就跟我婆婆说 我说我要给您洗脚 婆婆是坚决不同意 她这双脚 七八个儿女都没有碰过 但是我就跟她说 我说您有孙子 现在都有玄孙了 要给他们 我说不是为了您 我说为给他们做一个好样子 让他们提起这颗孝心 好吗 我就求她 我说您再不同意 我就跪着求您 她没办法就答应了 答应以后 我就给她洗脚 洗的时候 因为她已经八十多岁了嘛 那个 那个青筋爆流 整个那个脚面 特别的干枯 然后当我给她搓脚底的时候 她那个脚 脚底板真的像错一样 我就在 我一下子就特别难过 我就想 她有八个孩子 其实每个孩子都很孝敬她 可是谁摸过母亲这双脚 已经被儿女奔走了一辈子 现在已经步履蹒跚了 没有 几个儿女所有的他们都站在边上看着我 我就慢慢慢慢的给她洗脚 洗着洗着他们就慢慢的向我靠拢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还在那笑 一直在笑 觉得挺逗的我 后来洗着洗着 他们都蹲下了 然后五个女儿有的 因为太多人嘛 就有的摸妈妈的小腿 在给妈妈揉小腿 我就 有的人在给妈妈揉这个膝盖 有的在给她按摩 我就在说 我说 妈妈 年纪这么大了 那个皮都松的都不行了 我说你们谁 你们也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 最小的四十来岁 他们都哭了 后来他们 我觉得 他们也是 唱会你们的眼泪 其实 都是很孝敬的人 没有那么的细致 没有那么细微 自从我变了以后 全家族都变了 那我就有一点 这么小小的体悟嘛 所以说我们一个人好了以后 咱们就像一个电灯泡一样 就可以使你周围所有的人 发光发亮 整个一片地区都能发光发亮 这个作用力量是非常大的 要相信自己 相信两个字非常难 王双丽总裁也经常说 老改犯 你看他现在又抽烟了 有的时候又喝酒去了 不怕 改了犯犯了改 但是现在我们觉悟了 我们知道以前的言行错误了 就怕不觉悟 以前不知道 做了错了还觉得自己是对的 现在觉悟了 虽然还在犯 因为我就是这么做过来的 一会儿大家就吃饭了 我怕刚刚大家有很多 为我的这个童年 流下眼泪的观众 觉得挺对不起你们 你们的胃都扭曲了现在 所以我想把它打开 我想让大家高兴高兴 唱一首温馨一点的歌曲 给在座的这个父老乡亲 因为我是沈阳人 我们都是黑土地上的人 奉献给你们 这首歌曲的名字呢 叫爱的真谛 非常好 我希望大家能把这首歌曲学会 要提起这颗爱心来 这个歌词我跟大家呢 分享一下 爱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词 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自夸 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人家的恶 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凡是包容 凡是相信 凡是盼望 凡是仁爱 凡是要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 那我也希望大家会唱的 跟我一起唱 然后大家一起跟我学学这首歌曲 好不好 好 慢一点唱 爱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词 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自夸 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人家的恶 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凡是包容 凡是相信 凡是盼望 凡是仁爱 凡是要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 凡是要忍耐 爱是恒 爱是恒 不喜欢不义 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凡是包容 凡是相信 凡是相信 凡是盼望 凡是盼望 凡是仁爱 凡是仁爱 凡是要忍耐 爱 是永不止息 凡是要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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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香港的舒适巴厘道海 当杨丽娟的妈妈和她一夜醒来的时候呢 发现了爸爸不见踪影 于是他们就报了警 警方大力揍救 然后就是在这附近的海面上 把爸爸的尸体捞了起来 今年29岁的杨丽娟苦追偶像刘德华13年 上星期杨丽娟跟父母来到香港 参加歌迷聚会和偶像见面 但是在3月26号凌晨 杨丽娟的父亲因不满刘德华 没有和女儿最少单独见面10分钟 于是跑到尖沙水码头 跳海自杀身亡 面对父亲的突然离去 杨丽娟十分伤心 爸爸的死都打击很大 我们爸爸感情很好 这些年代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他 但是在伤心之余 杨丽娟依然不改初衷 希望和刘德华单独见面 我希望你们尽力 爸爸已经死 他就安排就去完成爸爸的遗愿 对此香港艺人刘德华所在的公司声称 已经对杨丽娟的母女 做出适当的协助和慰问 但是无法答应杨丽娟所提出的过分要求 他这种行为 我觉得不应该 大家不应该 觉得他需要帮助 我觉得有一种遗憾 可能这种就是我们所谓说的社会责任 因为昨天是杨丽娟母女 留港证件有效期的最后一天 昨晚七点多 杨丽娟母女启程返回内地 准备返回家乡甘肃 其实啊 在我们栏目去年6月6号的编辑说事当中的 就曾经对杨丽娟的追星梦进行过非常详细的报道 那下面呢 我们就不妨来回顾一下 她13年的追星梦 我这辈子我说我就喜欢她一个人 我说任何人 我说对我来说都是没有意义的 1994年的一天 16岁的杨丽娟突然梦到刘德华 从此不能自拔 我就是梦见了她的一张画 就是一张画画的左右两边 就是分别写着你特别走近我 你与我真情相遇 从那时开始 杨丽娟不上学 不工作 不交朋友 1996年 杨丽娟要求真实的走进刘德华 我就赶快借了钱以后 我特意到北京为她买账 我的票就是11排78座的 1680块钱 这是假票 就是最好的票 1997年9月 杨丽娟一家人赴香港去见刘德华 结果失望而归 去香港该也要花不少钱吧 去年8月 8月底的时候把房子卖了 1997年到2006年 杨丽娟一家人两次赴港六次进京 2006年3月 为了筹第三次赴港的费用 杨丽娟的父亲生出了卖肾的念头 甚至跑到兰州某家医院去咨询 才知道国家是不允许器官买卖的 卖肾是违法的 所以未能如愿 这样可以得到一笔钱 就是用班军娟去香港 去找他 爸爸妈妈跟你的偶像刘德华比起来 你觉得谁更重要一些 对我来说刘德华重要 2006年3月27号 刘德华对此事做出回应 其实我很不开心 如果一个女孩子 她喜欢我 然后爸爸 做那么多伤害自己的事情 她也没有兼顾到 我觉得 我觉得有一种遗憾 对于我来说 还是刘德华最重要 那么这也是杨丽娟的心声了 虽然偶像刘德华 已经对她提出了规劝 但是杨丽娟依然还沉浸在自己的追星梦当中 就在去年的十月份 杨丽娟一家人还专门来到北京 寻求媒体的帮助 那其中一家媒体就对她进行了采访 面对镜头杨丽娟的父亲 说出了这样的话 杨华先生 你好 我们孩子从九四年十六岁起 因为做了关于您的梦 一直等到了今天 等待着就想和您面对面见面 能够表述她关于做的梦 这个我们全家支持孩子的美好愿望 一直也到了今天 这十多年来啊 我们天天都说关于您的话题 就是憧憬着和您见见的那一天 这情况 我们得知您的就是工作虽然忙 但是您天天忙 年年忙 我们孩子的情况很特殊 请您就是能尽快安排个时间 给我孩子单独见一面 这是我们当老人的一个心 2007年3月25号 第三次赴港的杨丽娟终于可以与偶像近距离接触 还被安排上台和刘德华谈话以及拍照 2007年3月26号凌晨 因为不满刘德华没有安排和杨丽娟单独聊天的时间 杨丽娟的父亲跳海自杀 我感受到明星的魅力 今天在往返的途中 康总跟我说 2006年山东电视台评选全国十大孝子的时候 刘德华当选 那么山东电视台这个网站上 当时就收到了两百万条的信息 那么我们看到傅老师 他正己化人 用自己的身体力行去感动了他的影迷 去感动了他身边的人 这种明星的号召力 这种偶像的号召力 确确实实使我 真的从内心里头 接受刚才傅重老师给我的提议 第一个 影响社会的职业 应该是影视演员 因为我们全世界的老师 现在都公认 世界上最好的老师是电视 而电视里面谁在演呢 就是演员 演员的举手投足 偶像的发一言 行一事 都成为很多人 模仿和追求的对象 那么我刚才在台下的时候呢 就看到有一个 喜欢傅重老师的影迷 给他写了一个条 说希望傅重老师 将来把事业做得更好 在演绎道路上 事业会越做越好 希望他能够更加 身体力行地落实圣仙教诲 感召更多的影视同行 进入我们传统文化的圈子 让我们这个中华民族 优秀文化的复兴 成为不久的将来 成为我们每个人都看得见 摸得着的春天的花朵 谢谢 谢谢 达恩宋老师对我的指正 谈不上指正 我也不忍心 大家的胃就此扭曲下去 所以我的发言浓缩一下 有几点感受 这个傅重老师的谈话呢 真情谈话 给我四点启示 第一个呢 孩子长在父母的心地里 蹦跳在父母组成的舞台上 如果这个心地地震 这个舞台总是发生断裂 那他的内心的惊恐 不安 忧郁 无所适从 悲观 失望 产生复仇的心理 自卑自负 那就很自然的事 第二 我们看到 傅重老师的父亲 他再婚 有没有解决他人生幸福的问题 他真正幸福的人生 是从适合傅重老师 一起学习圣贤教会开始 第二 我们看到傅重老师 他在家真做 力行近乎人 这一学真做 就能点亮自己 就能照亮别人 就能险正破写 第三 傅重老师还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自己做了 别人没有变化 如果家庭里面还有迷雾 是我们自己的心还不长 还没有智诚感通 是我们做的还不够 就没有感动别人 是我们量的积累 还不够 就没有达到智的突破 谢谢您 感恩宋老师 谢谢 谢谢 进地区 退地区 问起对 赐物席 落实地区 做好中国人 这个在我身边 这位老人家呢 是原来在电子研究所工作 是吧 在东北电子研究所 老人家今年有多大年岁 73岁 73岁了 您老人家 您老人家有没有听到过 传统文化的论坛以前 过去没有听说过 那您能给我们讲讲您的感受吗 因为您一直在做笔记 我们看到 今天这个听了这个中华传统文化 特别是这个胡总 还有那个赵总 讲那个地区规那个 哎呀 我感觉这个地区规 真是这么传统文化的宝 我们生活工作 整个生命都不能离开 是 这个老人家呢 一直在这做笔记 那么现在呢 这个我们也都知道 有很多人呢 呃 需要一个精神寄托 需要一个 呃 精神上的支持 那么现在呢 各种说法呀 呃 各种这个误导啊 也很多 比如说练各种功的 呃 那么比如说我们这次论坛上 还有人出来忏悔呢 就是讲啊 哎 不练法轮功 那么老人家过去呢 也过去啊 受过一些人的误导啊 练过这个华藏功 那么现在呢 接触传统文化之后啊 就彻底的放弃了 是这样吧 呃 受感动 特别是我那侄子 他买了很多的这样的碟 来送为这个别人 我和我的老伴就是呢 经常接到这个父亲的妈妈 给人记得的这样的光碟 我们有时间就在家里看 就学习传统文化了 不再学原来那些东西了 呃 呃 呃 那个 华藏功 自从这个99年以后 就再不练了 是 我们祝贺老人家 他刚才提到的 这个傅冲的妈妈 傅冲啊 就是我们的主持人啊 那么刚才这位老人家呢 我们也看到 老人家听到这个 靳雅佳老师的演唱啊 也一直在掉眼泪 老人家您老 今天多大年岁 我79岁了 79岁 您老人家 以前有没有听到过传统文化 没有 没有没有 就 79年第一次 这次第一次 的确是挺感人的 不但我学 我学 呃 对 我那个把儿子也找回来了 把我的孙子 今天的上学 停了一次课 也叫他来这次受教育 好 谢谢 把家里人都找来了 是 我的老伴 还来了 是是是 好 你老人家今年 20岁 20岁了 你是一家人全都来了 是 一家人全都来了 好了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好 在今天我们的现场呢 还有很多啊 这些上了年岁的老人家 他们呢 这一辈子呀 没有听到过这种传统文化的教育 所以说呢 呃 各位来宾 各位老师 各位长辈 我们有机会啊 一定回去啊 把这么宝贵的财富啊 带到家里去 人生太难得了 机会啊 太难得 啊 我们再谢谢这些长辈 他们来做 很好的支持 好 谢谢 轻轻地捧着你的脸 为你把眼泪擦好 这颗心永远属于你 告诉我 不再不得 深深地凝望你的眼 不需要更多的预言 不需要更多的预言 紧紧地握住你的手 这温暖依旧未改变 我们同欢乐 我们同忍受 我们怀着同样的期待 我们不风雨 我们不追悄 我们真存同一样的一样 无论你我可曾消失 无论在眼前 真心地为你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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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愿你幸福平衡 祝愿你幸福平衡 我们不欢乐 我们不愿受 我们不愿受 共同样的期待 我们不风雨 我们不追求 我们不追求 我们真存同一样的一样 无论你我可曾相识 无论你我可曾经 无论你人 language 我问你 我的虩目也要精确 无论你你自己的天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不得翻唱或使用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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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其父母杀害以后,他从其父亲身上翻取现金七千元,并将家中的几万斤的水道变卖,将其父亲的生儿车变卖,然后以后又追讨其父亲的欠款一万多元,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都汇货一口。 不是,爷爷,我都不如一个处人。 听这个论坛,今天是第二天,明天后天还两天,真受教育,真听明白了。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对了,不复杂呀。 所以各位观众,如果有这个家亲卷说,一定给他们叫过来,听这个论坛,就能够改变他们家庭的命运呢,这是真的。 在第一天,我们跟大家讲过,癌症是怎么来的?结石是怎么来的? 这位老师啊,他来自天津市的郊区,是一个地道的种地的农民啊,啊,种地农民啊,他曾经多少次啊,要杀死自己的丈夫啊,他自己两次要喝农药自杀啊。 什么原因呢?大家一听,哎,他怨恨他的婆婆,怨恨他的丈夫,他有一个观点,婆婆不是妈,哎,婆婆跟我们不是一家人啊,就这一个观点,差点没让他家破人亡啊。 我们也是来看,这个灾难的种子是什么?她小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子,受的什么样的教育? 我在小的时候,就是从来不懂得什么叫柔顺,自己做错了事,爸爸妈妈管我的时候,就是特别恨他们。 从来就是父母教不去听,父母则不顺承,还有我自己特别自私自利,凡是我自己所有的东西,从来不让弟弟妹妹,别人去摸一下。 有一次,有一次我的妹妹穿了我的一身衣服,我就和我的妈妈打了好几天,我自己还特别强势,我的弟弟妹妹,同年龄的小伙伴,如果谁不听我的话,我就非把他们给打服了不可。 这么多年来,从来就是这样。 小的时候非常霸道,父母的话也不听,那么长大要结婚了,准备嫁个什么样的人呢? 就是我从长大董事以后,就是特别恨婆婆这个称呼。 然后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我自己就在想,等我结了婚以后,我一定不和婆婆在一起过。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应该找一个老是听话的,好管理的对象。 好管理的,结果真找到了吗? 结果找了,就是我现在这个丈夫,她是特别老是憨厚,并且是一位孝子。 就是我带着婆婆不是妈妈这个观念,结婚了,结婚以后马上就要求分家。 在结婚二十多年这段时间里头,我从来没管婆婆叫过一句妈妈,没管公公叫过一句爸爸。 婆婆有病多难受,我从来没端过一碗水,没给送过一次药。 那么结婚之后啊,就要有孩子了,在那个时候啊,对婆婆也是怨恨,也是对立,是吧? 是,就是因为我心里头特别恨我的婆婆,因为婆婆从来没得罪过我。 所以说我也不知是什么原因,就是恨婆婆,所以有什么事从来不找婆婆商量。 然后在我该生孩子的时候,婆婆要跟我去医院,我那时候就告诉我,您别跟我去了,我自己去吧。 然后我婆婆就特别疼我,结果就跟我去医院。 到了医院以后,我们这个孩子生下来了,然后他喝奶就是吐,一喝奶就吐。 然后就是没白夜,没黑夜的哭,一直到了三个月的时候才见好。 这个孩子一直到了十四岁的时候,就是这十四年当中,他没有一天不吃药的,特别难养。 人生遭了难,生病也好,意外的灾祸也好,甚至夭折,死得早啊。 大家找不到原因,不知道,你看他们家的孩子就是,生病十四年,常常吃药。 什么原因不知道,你问医生医生也不知道,老祖宗知道啊。 股生先贤贤教给的,太明白了,这个女子,做了妈妈,做月子,当产妇了,有两大忌讳,头一个,不能够生气发脾气啊。 第二个,不能够悲伤落泪,只要你是在产妇的时候,做月子的时候,你发脾气,生气,着急,上火,你怨恨,你悲伤流泪。 各位观众,我们今天一定要记住,回去跟家人讲啊,跟朋友讲啊,这个时候,她的这个产妇啊,她产生了毒素。 她心怀啊,产生了毒素,把这个乳汁啊,都污染了,乳汁都污染了。 那个乳汁一污染,就变成了啊,毒乳,有毒的乳汁啊,那个孩子啊,五脏六腑非常脆弱啊,喝了之后,喝了这个毒奶啊,轻的,不好养,常常生病,重的就腰折就死掉了。 谁造成的,妈妈生气,妈妈悲伤造成的,你看看,这个老话已经讲了几千年了,这个妈妈没听过,从来不知道,你看她怨恨婆婆,结果自己的孩子,十四年生病,谁造成的?你造成的。 你不学传统话,你不懂啊,你会做妈妈吗?会做产妇吗?不懂,不懂,不懂那个孩子都跟着受罪啊。 哎,那么,过日子,过日子,还是怨恨啊,恨婆婆,还恨丈夫,为什么呢? 这个丈夫啊,她孝顺自己的父母啊,那她看着生气啊。 结婚这么长时间,我对我的丈夫控制的特别严,只要到我婆婆那边,我就找茬打架。 然后,有一次,我问,从地里干活回来的时候,我丈夫去爸爸妈妈那边看一看,到了该吃饭的时候,我看我的丈夫不回来,然后去我的婆婆那边找他。 我到屋一看,我的丈夫和自己的爸爸妈妈坐在一起正吃饭。 但是我就是火冒三丈,我就在想,如果说你总和你的爸爸妈妈在一起,我们之间就不会有感情。 然后,你把更多的感情去投入到爸爸妈妈那边,然后我们那个家就不像个家了,所以当时我就特别特别的恨他。 您的意思就是要控制丈夫。 是。 让丈夫听自己的话。 对。 同时呢? 你必须就得听我的。 同时跟自己一条心。 咱们是一家人,你爸爸妈妈好赖死活,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就这想法。 是,就是不想让他和爸爸妈妈在一起。 然后,我到屋里一看,他坐在吃饭呢,我就把他拽出来了。 当时我是看我婆婆这个菜刀在哪儿,因为当时没有看到。 所以我把他拽到我们院里以后,就是抄起这么大的那个盖房的砖。 然后我就朝着我丈夫的后脑狠狠地砸下去。 当时我就在想,如果说这一砖砸死你,我给你尝命,我认头了。 我们听见了,大砖头照着自己丈夫后脑勺砸呀。 那如果砸上之后,那不是砸残废了,也得砸死啊。 那是真的呀。 什么原因呢? 丈夫去跟爸爸妈妈吃个饭,受不了了。 你看看,我们接着再问,如果这个丈夫要是给爸爸妈妈钱,您什么态度啊? 结婚这么多年,我从来没给我婆婆买过一双袜子。 没主动拿我钱去给我的公公婆婆。 这么多年以来,我的丈夫给自己爸爸妈妈钱,都是背着我给的,我从来不知道。 然后就跟我说,不给他们钱。 就是这样告诉我。 07年春节的时候,就是我的丈夫给了我婆婆200块钱。 当时我不知道,等我知道了以后,我就已经都要气炸了。 我就在想,这个钱是我们自己挣下来的。 必须得存在我们家里头,不能给你的爸爸妈妈花。 因为你的爸爸妈妈还有你自己的姐姐妹妹弟弟,跟我就没什么关系了。 所以这钱是我的,就是我的,就不能给他们花。 当时我知道了以后,就是腾心和他找啥。 然后我们俩又打起来了,这一次是抄起来一个人,就和我胳膊一样,就是这么,这么憨的一个大棍子。 然后又照我丈夫,就是脑袋这致命处砸下去了。 当时还是这一个想法,我打死你,我给你偿命,我认头了。 就是因为你不听我话,所以我就要致死你。 大家觉得奇怪吗?不奇怪啊。 我们今天在报纸上看到很多这样的儿媳妇啊,这样的太太啊,杀丈夫,打丈夫,骂丈夫。 各位观众啊,为什么? 大家就要问了,那么粗的大棍子打脑袋呀,厚脑勺啊。 那是轮圆了,一下能打死人呐,大家就要问了,哎,这是个女人吗? 这是个太太吗?她怎么不正常了?她怎么不是人了呢? 我们昨天跟大家汇报了,人,为什么她不是人了? 她本来是人,她怎么不是了呢? 三字经第二句话,狗不叫姓乃千,你要是不教育她,她那个人性就扭曲了。 厨房的油灯泡啊,被污染了,六亲不认,没人味了,人性一点透露不出来了,人事不会做了。 那你要问为什么呀?厨房的油灯泡被什么呼死了? 油烟子是代表什么呀? 自私自利啊,贪心啊。 你看这个老师,眼里就我们家,哎,你父母死活跟我没关系,我们就自己过日子呀。 你看看,人性被扭曲了,她让丈夫干什么呢?不能给公公婆婆钱,不能给你父母孝顺,交给自己的丈夫,大不孝啊,违背人伦的,这不是人了。 她怎么样呢?各位观众,人要是不做人事,她一定会受到一个极恶的反作用力啊。 因为她的作用力极恶嘛,她一定会受到一个极恶的报应啊。 先听这个老师的身体,再听她心理,你千万不要认为,哎,我今天就不是人了,我就骂你父母,我就打丈夫了,你不要着急,警察不来找你啊,灾难找你来啊。 哎,一个都跑不掉啊,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我们来听。 我结婚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丈夫的管制,就是我丈夫只要到我婆婆那边去,我就找她和她打架,然后结婚六年的时候,我就是在这个肝区这个部位,整天发炸,然后就是吃什么,吐什么,结果到医院检查是严重的肝病。 肝病。 胆结石1.4。 哎,大家听到了。 病伴有严重的胆囊炎。 哎,这个胆结石长出来了,昨天我们大家听到了,那一罐,小玻璃罐里全是石头啊。 听一听这声音,一定要记住啊,这个玻璃罐里边呢,装的是什么呢?装的是石头籽,大家听听。 这个石头是什么石头呢?我们告诉大家,胆结石,肾结石,胆管结石。 哎,你的血和肉怎么变成石头了?最坚硬的石头啊,哎,最柔软的血和肉变的,你是怎么变的呢? 怨恨啊,他天天扭曲啊,恨死他了,哎,扭曲到最后,最柔软的血肉能变成最坚硬的石头。 香有心生,精随心转啊。 有人讲,哎,我也怨恨,我怎么没长石头啊? 他也不是一开始就长啊。 六年,三年就这样啊,量变到质变的,不是不包,石尘味道啊。 那,还有啊,这身体还有毛病呢? 然后就是在我脖子这个部分,整个全肿起来了。 在我肩上就是起了这么大一个包,然后回头的时候,总是整个转身才能回我头去。 在这个脖子就是,胀起来,我喘气喘不出来,吃饭总是要用水去往下送,才能咽下去。 就是犯的最严重的时候,我整天是坐立不安,睡觉都睡不了。 然后就是在睡觉的时候,用一个枕头放在桌子上,我只能趴在枕头上睡觉。 就是好像用几只手再掐着我的脖子一样,到医院检查,西医说你这是累的,没有什么病。 请老中医给我看,结果老中医说你这是气血不通,整个气血全瘀在这脖子上了。 如果你不改变你的脖子,将来以后,等这个脖子一发烧,一溃烂,你这命就没有了。 这个脖子上啊,肿了个大包。 是。 坐卧不宁。 是,就是传气都传不过来。 我问一下,多长时间? 十三四年吧,我吃药最多的时候,就是一次用了二百副汤药,然后不算是西药,就是这样,已经就连续用过好几次,都没管事。 我们大家很多人也有这个问题啊,哎,我吃这么多药怎么不管用啊,什么原因呢? 你的细胞都扭曲了,细胞为什么会扭曲你,心扭曲了,人性扭曲了,我们要反省啊,我们做了太多不孝,不忠,不仁,不义,不怜,不耻的事情啊,这是真的呀。 你那个心不改,你把那个药铺吃倒了,你那个病也好不了啊,十三年,不管用啊。 就是已经都喘不出气来了,憋得我实在太难绕了。 就用罐子拔的时候,拔出来的全是大血块。 血块? 是,结果就在这个脖子部位拔了三个月,到现在就在这个部位还有一个大伤疤,就是因为拔罐子拔的。 我们大家就要问的,哎,这个血液不都是液体吗?人的血是液体,它怎么变成块了呀? 各位观众,扭曲了,都凝固了,就这么简单的。 哎。 你如果要是问,你为什么会这样?你不要问医生,你问你自己。 你天天怨恨,你天天扭曲啊。 你这一扭曲,我们看日本那个江本胜博士做的水实验呢。 你整个的血液,整个身体的所有水分,全部扭曲了。 扭曲的时间再长一点啊,它还就不回去了。 它天天这么拧着,拧着它就变成了血块。 到最后变成了肿的囊肿,肿瘤,最后变成石头,变成癌症,变成栓塞,变成所有的疾病。 就这么简单的,像有心生啊,我们看到,这是这个老师啊,他不会做女人的,哎,违背人伦了。 我们再来,他听听他心里面,受到什么样的煎熬。 我的丈夫受不了我的气压,结果就和我分居了,到妈妈那边去住了。 家里头只能剩我和我的孩子。 在这时候,他因为不在我跟前,所以说找不着出去的。 就只能用我的手在墙上狠劲的去打,然后用头使劲的去撞墙。 那时候,我的怨恨心就特别特别的大,就是总想把我的丈夫捏在手里头,就是把他刺一个粉碎。 他在家的时候,我就对我的丈夫说,你上班走的时候,路上碰到汽车,就能把你压一个腿舌胳腊烂,把你撞死是最好的。 那时候,我就在想,我有钱,我就会找人把你弄死,我不会让你再活着的。 各位观众啊,我们问问周围的人,看看周围的人,再看看自己。 我们要警觉啊,警觉什么呢? 那个灯泡啊,厨房的油灯泡被呼死了啊。 人性扭曲到了极点的时候啊,他什么糊涂事情都做得出来啊。 什么不是人的事都干得出来啊。 为什么呢?人性极度扭曲了,他杀不了丈夫,他还要杀自己啊。 就是他走了以后,我自己这个怨恨心特别强,然后我折腾,把我自个儿折腾麻木了。 我可以蹲在墙间,或躺在哪儿,能稍微歇会儿,就是这么多年,我没睡过一宿的安稳觉。 有时候几天都不睡觉,几天都不吃一顿饭,然后走到街上的时候,头不梳,脸不洗,把孩子领到街上。 我有时候就把孩子放在那儿,自己都不知走到哪儿。 那时候,就是整个精神都已经是麻木了,就像一个活死人一样,从来没有什么知觉。 有一次看到孩子帅倒了,当时我就在想,我这个妈妈还有什么用呢? 真是一点用都没有了。 所以,那时候,我就不想再活着了。 我就,我头一次就是拿进我们家的农药瓶子,我能看以后也抱到嘴里头。 农药? 是,这时候我的孩子就看到我了,就跑到我的跟前,然后就直接抱着我的腿,告诉我,妈妈,您可别死。 如果您死了,我就没人管我了,妈妈,您要管我。 当时看到孩子这样,自己人也挺心疼的,所以就是把农药瓶子放下了。 可是,就是因为恨我的丈夫,恨我的婆婆,所以我不知道什么叫快乐,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就是看到别人家里头那么幸福,所以我自己就是特别特别羡慕别人,自己就总在想,为什么我怎么这么命苦啊? 我自己没遇到好丈夫,没遇到好婆婆,就是那时候我晚上进不去屋,因为进到屋里头,我就整个人就要爆炸了,是的。 然后,就是白天去夜店里头,就是大声地喊,拼命地喊,只有这样才能把我心里这样怨气发出来。 所以那时候我活得特别特别痛苦,然后就是我第二次又拿起农药,又喝,然后就说这个已经都咽下去了,我的孩子,因为他那时候就特别有心眼,就是总看着我。 他就是怕把邻居的炸神给叫来了,然后就是只跪在我的面前,让我妈妈妈妈,您千万不能死,您要死,我就真没管了。 姐妹们,当时您是否失于什么样吗?我要活,我活不起,要死,我死不起,我真是太难受了。 就是我整个被怨恨,就全给包围了,像无数小绳索索一样,包围困得结结结实实,使我不能挣脱出来,我真是太难受了。 我们大家听到啊,人的痛苦谁造成的,身心不和谐谁造成的,身不和谐他生病啊重病啊,心不和谐要自杀啊,太痛苦了。 谁造成的,谁造成的,自己控制丈夫,怨恨婆婆,最后,想要得到得不到啊,什么原因呢? 自私自利,自私自利什么原因呢?贪心了,太贪婪了。 哎,就是想控制啊,这个时候,把他的人性,全部扭去了,那反过来啊,他很有福报,他们这个家庭啊,就在这个时候,有人送给他们一套啊,论坛的光盘。 他这一看啊,这个老师看了一天一夜,看明白了。 老师第十回,最好做过了。 您正在收看的是,大型公益纪录片,中华传统文化论坛特别节目,圣贤教育,改变命运。 当时我周围有一个姐妹是学传统文化的,她给我一套光盘,就是咱们论坛的光盘。 她说,你看看这套光盘吧,你这么多年为什么痛苦,你就从这光盘里边就能找到答案,并且还能让你解除痛苦。 我当时拿到光盘以后,我当时拿到光盘以后,只是看了一天一夜,看完以后我明白了,我是一个女人,女人的四种身份,我都没做到位。 我所作所为,都是违背伦常的,所以就遭到了恶报,让我有病,让我遭受车祸,让我自杀。 同一个,我就是不恨我的丈夫了,因为作为人,应该是以孝道为先,我的丈夫孝顺我的公公婆婆是对的。 所以那时候我就从心里,挺感激我的丈夫的。 我然后就是到我的丈夫面前,去给他磕头,给他赔礼道歉,给他洗脚。 哦,来了。 是。 就是,看完以后吧,看完这些老师讲的以后,我也明白了,我应该在婆婆面前尽孝,这时候我婆婆所有的好处,我就都想起来了。 这么多年,我的两个孩子,是我婆婆给我带大的,就是每到冬天,婆婆总是把棉衣服给做好了。 这么多年,我过日子,遇到什么问题,都是我的公公婆婆在给我遮风挡雨。 今年您都五十岁了,从来没有想过婆婆有多好。 是。 从来没想过。 从来没想过。 那么大家就要问了,哎,他怎么一看这个,他就都想起来了呢? 他怎么过去,我们周围很多这样的人呢? 你对他再好,他没感觉。 他为什么现在有感觉了呢? 我们跟大家讲,厨房的那个油灯泡啊,他呼着再死,他不透亮。 就好像啊,就好像啊,你今天对他再好啊,他没感觉,但是怎么样呢? 你一教育他,一给他看这个光盘呢,他就像那个,用洗涤灵一擦那个油灯泡啊,他马上他就明白了,他什么都想起来了。 他过去为什么不明白呢? 他呼死了,哎,他对他再好,他想不起来了,为什么呢? 自私自利把他困得死死的,包得死死的,所以你今天再跟他说什么,听不进去啊,那是真的。 当时我就跪在我婆婆的面前,我对婆婆说,我说妈妈,我结婚这么多年,我从来没经过孝心,现在我学习传统文化,看了传统文化的光环,我知道我错了。 五十年了,姐妹们,五十年了,从来没认过错,是我五十了,今天我从来没认过错,我都是说别人是错的,我是对的,今天我学了传统文化以后,我真知道我确实是错了,给我婆婆磕头,然后我对我的婆婆说,我说妈妈,毕竟过去二十多年了, 时间过去,永远不会再来的,可是我愿意用我十年,二十年的寿命,来换取您十年,二十年的寿命,就是请您多给我留一点镜像时间。 盼望老婆婆呀,老公公能多活几年呢? 是。 老公公婆婆多大年岁了? 我的婆婆今年七十六岁了,我的老公公今年八十岁了。 老公公就是,因为这么多年和我生气,让我气瘫了,就是气瘫了,已经是三年。 瘫痪在床啊,是。 老人家八十岁了,不能动了是吧? 是,就是神秘生活都不能自理,这么多年就是我婆婆一手照顾,我从来没给断过一碗水,没给请过一次医生。 就是在我懂得道理之后,我发愿,我要让我的公公站起来,所以那时候我就给公公买来了泡脚药,买来了泡脚筒。 给我的公公洗脚,给我的公公做按摩,我对我的公公说,我说,爸爸,这么多年是我不孝,把您给气成这样。 所以我从心里,我就有这么一个大的心愿,我一定要让您站起来。 那么,当时我的公公就是用一种渴望健康的眼神看着我,然后跟我说,说孩子,我谢谢你。 这时候我就是不怕累,就是每天给公公做按摩。 一个月过去了,没有见到什么效果,当时我的公公灰心了,就告诉我,你别给我做按摩了,这么多瘫痪的人都不能站起来。 我想我也是这样的人吧,你的心情我知道了。 可是姐妹们,我不甘心,因为我要在我的公公面前迹象,所以,要除罪。 是,所以我就记住校经理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说,校记之志,能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 当时,我就是用这句话,做了我的动力,所以当时我知道,离我们家爱日多里地有一位按摩师,他是特别有经验的。 当时我找到这位老人,我就给这位老人跪下了,我对老人说,我老人家,您要成全我,要帮助我,我的公公让我也气瘫痪了。 我给做按摩一个月,不管用,您一定要帮助我。 当时老人家就是特别受感动,然后,就是把这自己的这么多年来的,就是最关键的方法告诉我,我按照老人教育我的方法,回到家里以后,给我的老公公做按摩。 半个月过去了,老人家的腿就能动了。 能动了? 是啊。 能活动了? 我们在大屏幕上看到的这位老人家呀,就是这位老师80岁的老公公,腿能活动了。 后来呢? 就是到了三个月的时候,我的公公能下地走路了。 能走路了? 是啊。 三个月。 哎,这我们看到啊,这从家里走出来,那现在什么情况啊? 就是在五月份的时候,我们家里盖房,我的老公公能有三轮车给我推砖子。 跑起三轮车。 試 overえる。 哎,我们看见了。 各位观众啊,让我们记住这个照片呢,他的老公公八十岁,瘫痪三年了。不能动了,结果,命好啊。遇到传统文化了。 这一家人遇到之后 这个儿媳妇 怎么样呢 相信孝经上讲的真理 孝替之至 通与神明 那个神明什么意思呢 人心自然规律 不是神仙 不是那个意思 然后怎么样呢 无所不通 你看到啊 你看到啊 我们在看那个照片 你看到啊 这个老公公啊 现在多健康 那个笑容我们印象太深了 为什么呢 真的是啊 人是交的好的 50岁的这么饿的儿媳妇 要不喝农药 要不要杀丈夫 你说这么一个人 一套光盘 论坛的光盘 一套 人家不但自己改好 给婆婆磕头认罪 还能把呀 老公公啊 用按摩的方法 在医药的配合下 还能治好 有人就讲了 哎 我怎么 我也按摩去 我给我们家人啊 我怎么达不到 这个效果呀 各位观众 孝经上这句话 我们一定要记得 孝替之至啊 你的孝心得达到 几点啊 你得真诚 你的心还不够孝啊 还不够孝经 还不够仁爱 所以他达不到 这个效果 无所不通 什么叫无所不通啊 你整个的身体 哎呀 你说我胳膊疼 我这腿疼 我这拴腮了 我这得癌症 我这得 得肿瘤了 为什么他堵住了呢 你本来应该是 无所不通啊 哎 孝经上讲的 正常人都是 无所不通啊 你为什么不通了呢 头一句话 我们听到了 孝替之至 他才无所不通啊 你不通 是因为你不孝啊 我们大家回去想一想 我为什么生病啊 这堵了 那拴住了 想一想 我不孝啊 真的不孝啊 我们对照 古圣先贤的教导 什么叫孝啊 第一个 孝顺的顺 你做到了吗 你说给他钱 给他吃的 给他喝的 那你顺着父母吗 不顺啊 你天天惹他生气啊 你这是大不孝啊 孝顺讲什么呢 头一个 养父母之身 你养 给他吃 给他穿 给他住的 最低级的呀 你说我们养驴 养马 养畜生 还能做到这一步 那是最低级的呀 第二个 孝顺 养父母之心 你让你父母 天天愉快 你做得到吗 你做不到啊 不孝啊 第三 养父母之之 父母有愿望 希望实现什么理想 让你成为一个好医生 光宗耀祖 成为一个好老师 你能实现 父母的愿望 这个志向 哎 你是大孝啊 志向是什么呢 养父母之灰 让爸爸妈妈 让爷爷奶奶 长辈啊 他的智慧打开啊 你是志向啊 小孝 中孝 大孝 志向 我们都没听过呀 所以你不孝 没人骄傲 你不孝顺呢 你最后身体堵住了 哎 什么原因 自己不孝造成的 这我们听明白 我们不信来问问这个老师 他现在孝顺父母了 他身体怎么样 咱们